来给大家看一件重器 这个绝对是重器 春寿捧盒有20多厘米建方 应该是方形的春寿捧盒 为什么叫春寿捧盒呢 这里面有一个盒盖上是一个春质 周边有寿质 这都是寿质纹 各种变形的寿质纹 见过那种瓷器里面有什么万寿瓶 都是各种寿质纹的表达 同时呢这件捧盒 四方的捧盒呢 还有市面还有这种人物故事 像这个应该是西枝爱娥 还有这个是 也是道教里面的祝寿啊 如意啊 这种故事 这种是仙鹤 还有这个具体我也讲不起来了 总之呢是一些人物故事的文士 表达的应该还是祝寿的 吉祥的 敬老的 这些个主题 这个盒子呢 应该属于清中期的你可以从它的这个右舍呀 包括掐丝的这种规矩啊 还有两边的这个龙纹的这个表现 应该属于是轻中期的 应该属于是轻中期的 因为我们接着说为什么是轻中期的 先打开这个盒盖看看里面 盒盖内壁它是这个也是纯溜金的 然后呢 盖内底部呢这个托盘的这个顶部呢是这个冰霉纹 两边边式是蝉枝花卉 这个这个底托呢非常之重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铜胎非常非常的厚重 最底托的底部呢是这个瘦字纹 包括这个颈边颈边纹饰 你再看看这个金色金色是非常的灿烂厚重 体现了这个当时轻中期的这个繁荣昌盛 到晚期的话不会用这么厚重的这种金这种镀金 这件东西为什么叫重气呢 不光是因为它体量重啊 确实很重 最关键呢还是这个这个器型的设计 以及这个这个器型的设计 这个方圆结合内缘内缘外方 而且都是手工打造 这个是设计的非常的特殊 这个这种方形的春色捧盒呢 在市面上 这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件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 这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件 好吧 今天就欣赏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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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